原本是一塊淨土的花蓮 目前也累計了21人確診 昨天更是一口氣增加了9人染疫 確診人數創下單日新高 現在要控制疫情 疫苗似乎成了唯一解方 中央將日前到獲得 41萬劑AZ疫苗 配發給各地方政府 花蓮縣分配到2200劑 讓第一線醫護人員優先施打 衛生局長表示這一波疫情嚴峻 醫護人員的接種意願都很高 希望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接種 後續跟中央爭取更多的疫苗